螺絲鎖在上面,中間墊一個螺母,然後再鎖上去,打碼機,兩邊都一樣 鎖緊 有配打碼機的話,他前面這邊機子前面都會把這個感應器先裝好 裝好這個線錄在外面,這根線給他弄出來,接控制盒這邊 控制盒這邊,四線的 感應器接這個四線的 然後這個九線,九芯的,接這個九芯 另外一頭接打碼機,這邊有個電機旁邊也有個接頭 插上去,然後鎖住 還有電源線 電源線三頭的 另外一頭直接插排 然後這個控制盒,溫度調到150 然後這個兩個開關都開 他開關就是一個亮,一個不亮 然後打碼機,攝帶 你看 這個是新的,這個是舊的 新的裝上去 從這邊出來 出來 走這邊上去 都走在外面 出來 然後這邊有個槽 這邊有個槽 這個攝帶要放到這個槽裡面 他才不會響 然後再上來 都是走在周圍外面 都是走在周圍外面 上來 上來 然後從這個大輪子下來 在中間 過來 到這邊上來 然後這個是智力 智力的時候是這樣壓進去 旋轉一下 然後可以拖出來 抽出來 智力 這樣子壓進去 壓進去旋轉一下 然後就可以抽出來 抽出來 智力這樣排的 從這邊 這是日 然後月 連 連在這邊 靠這邊 這樣排上去 然後裝好之後 放到這個槽裡面 一樣的 裝好之後再晒進去 然後再壓進去 轉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 這個 螺母 這個是調 打攝帶的幾粒 假設攝帶打的幾粒 比較寬 可以通過這邊來調整 這樣子 不會浪費攝帶